但是我必须得发钱 属于一个爱的表示吧 对你有爱有多深吧 你接过钱一大老一本接过啥钱 你还想再找一个还是干啥呀 你够里够钱干啥呀 找我这样的女人配你 就偷乐去吧 钱还你还不相信我把钱咋的 有钱真是了不起 不爱的人在一起 钱就是条高速路 感情升温变快速 有钱办事很荒唐 新娘不爱那新郎 走进婚姻的殿堂 今天来相信的是52岁的王大妈 目前无严 靠微薄的继续维持生活 所有的希望都寄托在三年之后的退休金上 但是眼看着三年还有很久 兜里的钱却快没了 日子过的那叫一个紧迫 也就是我呗 我多细啊 哎呦你妈 我都出名的 从我家亲亲说话 或者说是邻居朋友 我都有名的就往小抠 哎呦你妈 我老细了 我一个月那时候才吃二斤豆油 哎呦妈谁吃 谁能为的苦啊 大妈为了改变自己的生活现状 在亲朋好友面前扬微吐气 于是就想找个对象 不仅养着自己 更得把对方的钱财据为己有 大妈虽然条件不咋列 但自认为是十里八寸的十里美人 更是直言对方配不上他 要不是一个月五千八的工资 根本看都不看 不要能降低多了 人心能不 没有一米七一都别弹的 哎呦天 就笨钱攒钱 我吃不到老子我有保障吗 我一看到工资还挺好的 工资五千八 嗯工资五千八 就是这个个人不太满意 谁给你的自信呢 要跟这开口诗的相亲的是胡大的 五十八岁 目前打工每月一千八百元 退休之后能开五千八百元 这个红娘还算尽心尽力 提前通知大爷准备相亲 但是红娘一进屋就懵了 这咋也没收拾收拾呢 啊没收拾 就是什么样的 原来没动的啊 直到直到我们今天来还不熟 你小时候 就是本样的 知道单身男人的日子不好过 但是没想到这么不好过啊 床上堆的乱七八糟 地面走路都沾拖鞋 桌子上堆的都没有苍蝇落脚的地方 整个就是一个埋了孤胎 你看整个麻布 把这个面啥该擦就擦一擦 红娘为了完成业绩 直接撸起袖子开干 拿着麻布就帮虎大爷收拾卫生 要我说 这红娘行啊 能处 收拾一圈里的护士带船 完事连忙去接乡亲大妈 结果刚一见面 大妈就完美地表达了自己的意见 别跑 别跑说 不好意思啊 这会儿逮着你 咱上楼吧 先好吧 走吧 哎呀 这气叹的 隔二里地都知道你不乐意了 要不是红娘挽着胳膊 估计扭头就得跑了 等进屋之后 这大妈就开始了骄傲的挑剔 不是我说话不低调的 你听吵着小房子够小的呀 房子大小还都是小事 刚坐下落壳大妈就受不了了 你这嘴里啥味啊 早上把下水到吃进去了吗 你牙齿不咋好 牙齿啊 嗯 牙齿不好 那牙不能咋好 能这样 你这味太大了 这口腔味 你这不是一般的味 那味成难味 你 要这样 刷牙齿好点 哎呀 这味太大了 这味 刷牙齿 完了 这下全世界人都知道胡 大有口臭了 隔着屏幕我都闻着味了 大妈这也不是来相信的 这不就是来打击男人自尊心的吗 大爷那边更是尴尬无比 拿着牙刷用力猛刷 就好像要刷进自己一肚子的委屈 红娘倒好 一边打圆场一边把口罩戴上了 红娘让大妈说说大爷身上的优点 那大妈也实在优点太有了 这个经济方面也可以 工资是五千八吧 是不是的 这不就懂了吗 哪也没看上 就相中你兜里这点钱了 大爷也是个明白人 既然你喜欢票子 那我就得好好展示一下超能力 我这工资 假如开五千年好 我那就拿着八十 八个一张八 这咋还整上数学题了呢 百分之八十大妈也不会算啊 你这大爷真不诚心 欺负人家小学没毕业是不 你百分之八十是多少 你就别整个百分之八十了 你就说你五千八千公司 生活费当中你能拿出多少 还都拿 你别百分之八十 大爷一看这好啊 算不明白我就可以忽悠一下了 五千八我拿了三千块都得吗 大爷你这整的是不是过于狠点了 虽然数学不好 但是多少还有点脑子 大妈一听这是脸就掉下来了 然后就开始在脑海里掰手直透了 得了 算了也算不出来 你也别百分之八十的忽悠我了 就百分之百都给我就行了 但是我必须得发钱 属于一个爱的表示吧 对你有爱有多深吧 你接工钱 一大老一本接工啥钱呢 你还想再找一个还是干啥呀 你都得携钱干啥呀 找我这样的女人配你 偷乐去吧 他钱还你还不相信我把钱咋的 老爷们都携钱干啥呀 女人钱携多少钱都的 他不带美的 男人谁敢包着携多少钱 到底美不美呀 谁知道啊 这小话题甩得非常到外 你不给我钱就是不成亲 直接给大爷架着了 大爷也明白了 这女人不给自己的皮疤光 肯定是不能罢休 于是就找到红娘问问 你这带来的啥人啊 这也不是相亲 这不是相钱吗 他把钱看清楚了 就是不给钱 他一眼就说 我要管钱 不放下钱 但是阿姨她自己说 她就是找对象 不是说奔钱去的这块 不是 我硬是不是 但是大妈也直言不畏 直接承认了就是相钱的 因为逼性人不行 那就得拿钱找补 就给我同税的 我都把我公司我都交给他 我都愿意 因为我喜欢年轻的 我喜欢 我喜欢那个颜值 颜值好一点的 不就差这个吗 所以说我才找点平衡 钱必须得我把的 还想找个年轻颜值好的 你是想给人家当妈妈 找个月科的 你还能当奶奶呢 眼看着俩人僵持不下 红娘就给出了一个中间站位 那比如这样呢 你这个月开工资 开了五千八了 你给阿姨交四千八 你自己留一千 你花 大妈一看这是油管 马上就后悔 刚才要少了 多要二百是二百 于是就开始整活了 你就那个零吧 你就是不大胆讲话了 整我就给我这鸽子吧 都脸儿过去 要出好了 都不吃鱼员配夫妻 还你的我 啥你的我的 哎妈 你要能遇到我这 你都上面都烧 你家都烧八倍高香 哎妈 找我这女人 哎呦天 你是昨晚上喝酒没清醒 还是早上做梦 让谁下着了 跟你出对象 可不是烧八倍子高香 那是遭了八倍子的念 许你赎罪 还能给后背几点的 这大妈说的是 越来越不靠谱 红娘都看不下去了 让俩人互换一下 联系方式草草结束了 我看这大妈 不是叫王小寇 应该叫王老憨 好了 本期视频到这里就结束了 我是爱你们的帝光 下期再见 默默的